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鬼文化丰富多彩 鬼的种类也多不胜数 由于篇幅的关系 本频道将会分五期 每期二十种鬼 为大家介绍中国民间 传说中常见的一百种鬼 窄鬼 窄鬼是十二类常见鬼之一 他们最大的本领是让你的住宅不得安宁 如飞碗飞碟子 让东西一味或丢失 或让你走路摔跟头 更有甚者将你的头发剃光俗称鬼剃头 或者在你睡觉时 压在你身上俗称鬼压床 总之就是层出不穷的搞恶作剧 想通过闹鬼手段 使房子没有人居住 而成为它的场所 债鬼 这种鬼是前生欠了别人的恩情和钱财 而死前没有还清的人所变成的鬼 债鬼始终记得受人点滴之恩 所以想方设法来报恩 其手段很多 或是托梦告诉恩人考试的题目 金钱的位置等 或者变成牛 马 猪 羊 鸡 鸭 鹅等 让恩人卖了可以换钱 债鬼剧怕人的唾沫 沾上唾沫就会走不动路 钓血鬼 又名钓血鬼 就是跟屁虫的意思 这种鬼喜欢在夜里跟在人后面 当人回头时 钓血鬼会迅速躲开人的视线 有时候 钓血鬼喜欢恶作剧 向人的脖子和耳朵吹凉气或发出啪啪的脚步声 人晚上走路遇到这种鬼 会吓得半死 水盲鬼 这是出现在聊斋之意中的一种鬼 因吃了有毒的水盲草而死 因不能转生 而寻找着替身 其行为与水鬼类似 所不同的是 水盲鬼死于毒 水鬼死于溺水 如果被水盲鬼所害 吃了水盲草 不要害怕 只要知道下毒的是谁 用他生前穿过的裤子 煎水喝下 就会没事 无头鬼 这种鬼是死后身体不完整的人所化 在中国 人死后的身体要完整 俗称全尸 例如 曹操得到关羽的头后 用木头雕身体埋葬 就是全世的思想 实在找不到尸身 也要做一个衣冠木 无头鬼不会吃人 他们只是想让你帮他找回残缺的部分 厉鬼 这是一种非常凶恶的鬼 也是十二类常见鬼之一 多为坚持自己信念而化的复仇之鬼 厉鬼的复仇之心非常强烈 能够通过让人做噩梦 传播疾病来达到复仇的目的 厉鬼可以化为其他鬼类的模样 如争鸣鬼 异鬼等形状 高荒鬼 又名二竖子 这是一种类似于富鬼的鬼类 是一种藏身于高荒的鬼 心脏下不为高 横隔膜为荒 简单地说 是藏身于人心中的一种鬼 此鬼能够使人得重病 故有病入高荒之说 厉鬼 顾名思义 这是一种身材高大的鬼类 搜神后继 幽名牧等古籍中均有记载 厉鬼最爱也有三丈 高得可达十丈 一伸手便可将人打得头破血流 他们喜欢唱歌 懊恼歌是他们的最爱 可能是因为身体太高而感到懊恼吧 毛鬼 毛鬼最大特点是遍体生毛 毛有黑色 红色 白色多种 毛鬼有三只眼睛 喜欢吃人心和兽心 毛鬼虽然全身长毛 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力量和人差不多 所以经常被人索情 然后烧死 虐击鬼 虐击鬼模样像七八岁小孩 穿着蓝色或绿色的衣服 能带来可怕的传染病 虐击鬼喜欢对着人咧嘴偷笑 对谁笑谁就得病 对付这种鬼的办法很简单 他害怕人的大喊声 也害怕鞭炮声 遇到吵闹的声音他就会逃走 异鬼 异鬼是十二类常见鬼之一 异鬼同虐击鬼一样 同样拥有使人得传染病的能力 不同的是异鬼拥有比异弱击鬼更强大的能力 能使一个小村庄的所有人 即动物都传染瘟疫 异鬼还拥有穿墙的能力 想要阻挡异鬼做虫非常困难 异鬼喜欢灯笼 常常手提红灯 画皮鬼 画皮鬼是一种凶恶狠毒的鬼 具有一种可怕的能力 藏身于人皮中 可以在白天活动 然后在夜间吃人 吃人后将人皮留下 这类为了能够在白天活动而伤害人类的鬼 实在令人痛恨 用披着人皮的鬼来形容他们在何事不过 鬼母 鬼母住在南海小鱼山 又叫鬼孤神 古龙族 枉为娇木 形状其微古怪 这种鬼最大的本领就是生鬼 据说一次能生十个鬼 早晨生下来 晚上就把儿子们当成典型吃了 这身份有点像造物主 可惜是鬼 吃儿子的行为也实在不体面 所以终于只好是鬼母罢了 琵琶鬼 这是一种手持琵琶的鬼类 传说具有很强的语言能力 鲁迅孝季的古小说构成中有介绍 琵琶鬼手持四弦琵琶 其手往前剥弦为琵 往后剥弦为琶 四弦代表着四世春夏秋冬 琵琶鬼则通过弹奏琵琶来获得预知的能力 看来音乐中能够蕴含天地之力 王良鬼 王良鬼是专虚式的三儿子中的次子死后所化 他的哥哥死后化为异鬼 弟弟死后化为小儿鬼 王良鬼生活在山中 长得像三岁小孩 红眼睛 长耳朵 身体黑中透红 王良鬼喜欢学人的声音来迷惑人们 并有让人得怪病的能力 但他很怕妖鼓声 古人常用这种方法去除王良鬼 杀鬼 幼名是魂 准确地说应该是归家之魂 古老的鬼神观念中 人死二期之日围回杀之日 魂魄会归家 这时候魂魄会化为杀鬼 有时杀鬼是巨鸟形状 有时杀鬼是黑帽样子 故有必杀之说 杀鬼会重新钻进原来的身体作祟 杀鬼怕王 出王就会灰飞烟灭 吃鬼 吃鬼是十二类常见鬼之一 吃鬼种类很多 有痴迷于琴的痴琴鬼 有痴迷于酒色才气的吝啬鬼 烂毒鬼 大烟鬼以及风流鬼 也有痴迷于琴气书画的高雅鬼 之所以把他们统称为吃鬼 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 痴迷于遗物 甚至忘记自己是鬼的事情 聊斋志义里有一个奇鬼 因为下棋而耽误转生的时间 杀鬼鬼 又名守财鬼 这种鬼可不是痴迷于钱 他们往往守着宝库 等待有原人来取 他们不会害人 甚至可以说是赐福之鬼 杀鬼鬼模样有两种 一种是管家模样 一种是卫士形象 当有原人接近宝物时 他们就会现身 投胎鬼 一听这类鬼的名字 就知道是准备投胎的鬼类 这类鬼经常托梦 告诉别人自己转世的地点和名字 投胎鬼最怕耽误投胎的时间 所以看到他们时 总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猫鬼 猫死后 会和人一样变成猫鬼 术士利用猫鬼杀死其所指定的人 夺取他的财产 因此 术士时常会故意杀死猫 以增加猫鬼的数量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